啦啦啦,我是蔡小鸟,咱们说接上回 司公正来到长安驻族白虎大道后,很快就见到了敌人杰,也就是我们的敌大人 此时二人并不相识,再次相见还是由女帝引荐,这是后话 当时敌大人可以说是内心十分不平静 毕竟太古闲者的失踪会对长安造成一轮新的风暴 但现在的长安却没有一个能像曾经的国公那般能力挽狂澜消弥风暴的功骨之身 这时肯定就会有小伙伴问了,国公不还有个次子继承文涛福索伯公吗? 小鸟只能说,如果二叔靠得住,那还有司公阵什么事,咱们接着往下说 于是敌人杰忍不住有一次路过国公府 正巧碰上了大雪中驻足凝望的司公阵 二人没有交谈,但从司公阵身上散发的气势让敌人杰无患遗忘 他甚至有种错觉,此人或许能解长安之困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敌人杰才知道,此人竟是国公的长孙 不过那个时候,司公阵已经成为百官之首 掌管长安最高的机关机构于恒斯,并加封大司公 可以说是司公阵名字的由来 至于司公阵到底叫什么,又为何来长安 这件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也就是司公阵身世的绝密档案 司公阵19岁时继任硕城城主之位 坎坷的人生还在继续 半年后,硕城遭遇了百年一的大雪 那是一场远远超过任何时候的大雪 整个硕城的户外,除了守城将士再无行人 司公阵在里面的寒风中被祖父推上城墙 他依稀记得,那日祖父的目光望得很远,仿佛远到了千里之外 穿过云中大漠直达漫天大雪的尽头 祖父的声音仍回荡在耳边 这场大雪来的太早了 早到整个北京都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来年必将迎来一场大的饥荒 到那时,周边各国加上某种必将全起而攻 硕城将是人间炼狱 毕竟硕城有国家唯一 周边某种和小国无依无靠 想要生存只能降出城而来 不管他们,换作是我们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祖父终究撑不过这场大雪 未来的路要靠自己走了 那时的司公阵正值青春年少一将热血 加上雷霆之力在身正是一级风发之时 根本没有理会何为人力所不能战胜之事 他心中坚信 只要有手中雷霆没什么危机是硕城战胜不了的 直到祖父真的离世 半年后硕城覆灭 这时的司公阵才终于明白什么是人真的有力未来 但他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局 他始终坚信 人心亦可胜天 所以他前往长安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他将从这里去实现自己的宏愿 这也是敌人节为何再过功夫前见到司公阵的原因 就算明白人生的有力未来 就算未来遇到怎样的风暴 司公阵都不会放弃 他一定要在这世间 祝就一个能真正给予万米安定的家园 只有最震慑的雷霆才能击碎最沉重的黑暗